消费税是一种间接税 好像我们的销售税 Sales Tax跟这个服务税 Service Tax 现在已经超过了160个国家 已经落实这个消费税 消费税是来代替销售税 Sales Tax跟Services Tax 这个服务税 企业税 然后个人所的税 还有石油税 如果我们没有消费税来做替代 我们马来西亚的财政策制更要扩大了 这个消费税那么庞大的450亿 政府收了是用在哪里呢 国家每一年的经济报告书 或者是博航的报告书都有谈到 这些都是用在两个主要的地方 一个就是发展开销 一个就是行政开销 发展开销是用在基础监视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桥 还有我们的街灯这一些 第二呢就是用在这个行政开销 我们政府买的一些物品 还有一些政府公务人员的薪金 所以这些都是用在人民的身上 以便国家的经济呢 有做更大的进步跟发展 我们得要看消费税的机制 因为消费税呢 它有进项税 我们讲input tax 跟这个销项税output tax 它是能够对冲的 如果是对冲呢 它不会使这个物品的价格涨价的 当你对冲的时候呢 你就把你所交的这个消费税的 锁回来 所以它绝对不会呢 使到物品涨价了 不大了解的情况下呢 很多人的自行先涨价 这个是情绪上的通膨 而不是真实的一个涨价了 所以呢 它这个制造市面上呢 很多物品呢都涨价了 消费税实行过后 会造成这个营运成本的增加 而不是物品的价格增加 消费税就是代替我们之前呢 成就的一个税种了 这个税也很难为政府 来到一个可观的税收 里头呢 种种呢 也有很多一些弊病了 就好像一些漏税的问题了 因为它是重重贴 就是cascading的effect了 当我们要取消 或者是替代这个消费税呢 首先我们要问两个问题 用什么样的收入呢 能够代替这个消费税 如果是被替代的话呢 这个税种能不能带来 一个可观的收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